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引爆舆论 张艺兴李沁宜姐弟恋情曝光 食指相扣漫步街头好甜蜜 媒体的镜头再次聚焦 一个新的姐弟恋关系似乎悄然兴起 娱乐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 让人们时刻猜测明星们的感情走向 这一次 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张艺兴和李沁身上 这两位实力派演员在一段疑似恋情中 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娱乐圈 姐弟恋并不罕见 许多明星都选择了这个路线 有些人坚定地走下去 而有些人则默默地奉献着 七位和李承炫 陈小雨陈延希 陈乔恩和艾伦 还有最近的秦岚与魏大勋 他们的故事都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然而 最近有传闻称张艺兴和李沁之间出现了一段恋情 这似乎令人意想不到 媒体拍到了两人手牵手 在街头漫步的亲密瞬间 张艺兴是一个男团偶像 而李沁则是内地演艺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这两个领域的差异使得人们感到困惑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这对情侣的外貌十分朴素 但却弥漫着甜蜜的氛围 李沁身材高挑纤细 散发着明星范儿的气质 而张艺兴则展现出独特的美眼神采 令人忍不住猜测他们真实的身份 媒体坚持认为这就是张艺兴和李沁 并表示两人可能是因为拍戏而结实并陷入爱河 这一说法让粉丝们感到震惊不已 据悉 这两位艺人曾有幸共同演绎电影《闭嘴》 爱吧 在拍摄期间频繁互动 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或许会滋生出爱情的种子 目前张艺兴已经迈入31岁 而李沁也32岁了 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年龄差距 但是他们显然不会缺乏共同的话题和兴趣 然而 让人惊讶的是 大多数粉丝似乎对这段恋情并不认同 张艺兴的粉丝们表示 他忙于电影拍摄 几乎没有时间谈恋爱 而李沁的粉丝则更加关注 他即将上映的新剧 希望大家能够专注于他的演技 而非关注他的私生活 甚至有一些粉丝为了澄清事实 坚称李沁和张艺兴根本就不认识 这种现象显示出 粉丝们更期望偶像在事业上取得出色表现 而不是让感情分散注意力 明星是否愿意对外公开恋情属于个人选择 这是他们的私事 以皇子涛魏力 尽管与徐毅阳多次被媒体拍到一起 甚至见了家长 但他依然坚持低调 不公开承认恋情 相比之下 陆寒在确认关晓彤为女友后 毫不犹豫地宣布了两人的恋情 展现出了男人的果断和帅气 他们高调的是爱 甚至给社交媒体平台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一幕可谓令人难以忘怀 张艺兴 李沁 以及其他明星对于自己的事业和感情选择 拥有最终决定权 希望他们在追求事业成就的道路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功 并且在爱情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无论他们选择何种人生轨迹 我们都应该对他们表达出尊重和祝福之意 总结而言 姐弟恋现象在娱乐圈中日益普遍 张艺兴和李沁的恋情曝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尽管粉丝们对这段恋情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明星的感情选择是个人决定 希望他们在事业和爱情中都能顺利前行 无论是选择低调保密还是高调示爱 都值得我们尊重 因为明星不仅仅是恋情 更是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表演和音乐 希望这些明星们能够继续获得更多的成功 并在生活中找到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